大家好,我是CJ,Fanny来到我的频道 又到了周末了,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这一个多月以来 在我心目中最想同大家分享的一个事情 也就是说整个遗产房购买方面 完全市场失控,乱套了 我不是说这个卖家针对这个价钱失控 我说这是个买家价钱已经开始失控了 我们不讲整个美国别的区域 我就讲我们南加州 这一个半月出来 我至少是下了offer 有12个offer 针对于我自己喜欢的一些遗产房的房源 这里面我只抢到了两栋 十栋我都没有抢到 当然这里面有更多的房型出来 我根本看都不看 为什么呢 等一下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有五点房型 我是从来我是不碰的 那么为什么我说现在已经乱架了呢 整个是一团糟啊 我都不知道我们现在的有钱的华人的朋友那么多想冲进来想抄底 对不对 你看我前面给大家造出来一个三十九万九的房子 我跟他们说了 屋主我可以给你四十一万 但是你看看我们华人去标 标到了五十二万二千 整个市场上面就是五十多万 那么你要经过二十万的装修你才能够住的进去 整个市场上面你要八十万你到这里怎么来买一个这样的房子干什么 我都不知道这个朋友是怎么样的想法来冲进了这个市场来捡这个路 第二个一个房子在市场上面只是六十万的啊 一个靠近Covila这边的一个遗产房 大家标到了八十万 你看看你还有利运吗 你还要装修 你怎么样做短期或者是长期的来维护啊 或者是长期的投资 当然很多朋友跟我说 CG十年以后这个房价还是会往上涨的 没错 长期是可以得到一定的收益 但是短期之内有可能你已经陷入了一个资金回不了龙 没有很好现金流的这个怪圈里面 同时呢 我想跟大家讲一下 在我们罗罗汉附近有一个房子 我们大家去看了这个遗产房以后 这个Edging也没有告诉我们这个房子有什么问题 那么我看完了房子以后 我就觉得这套房子虽然说只是放到了五十万 在这个区域应该是在八十万的量 为什么他在这个上面把房子整理的干干净净装修了一遍呢 后面我出来以后 我避开我的客人 我悄悄的去问这个Lisa Edging 后面Lisa Edging告诉我 哎CG呀 这个房子没有办法有三个屋主的亲戚在里面 在一年之内非自然死亡 哇把我吓一跳 你看看这敢买吗 是吗 你就是投资进去了以后 你要告诉你的客人这里面 刚刚一年之内有三个人在里面过世 哎呀 我们不是歧视啊 我们是一个投资房子的心态来跟大家来分享 所以这让我很后怕 我说你为什么一开始不在 我通知我们去看房子的时候 就告诉我们 这如果说我的客人喜欢 然后写了offer 哎 你到时候有这个contingency 那么我的客人一看就吓一跳 对不对 当然你看看我后面跟客人讲了以后呢 他很诗难 说坚决是不要了 那么这个房子还是在我们的华人几个人 在标中间又标到了一个高位 完全是不必要的 当然这里面呢 我也知道很多的朋友呢 他是就是经济实力很强的 但是就是说你的经济实力很强 你要在我们在买一些旧房 或者是这些遗产房在市场上面 没有达到这个市场的高度的时候 你的价钱上面 你不要把自己的这个钱 像扔水一样短时间的扔出去 因为就是说哎 世界大哥啊 我就是现在买高了 我十年以后 这个房价还是在涨的 我不会亏的 我现在买到就是赚到 OK 有可能你是正确的 但是我作为就是说 你想在这个时候 特别在通货膨胀这么高 利息这么高 美国的QR的经济已经是非常非常不好 然后宽松政策 这些我们都不讲 你要把这个房价在短时间之内 把自己咬着牙 或者把自己的资金投到这个 已经高于了市场价的这个旧房 烂房 有缺陷的房子里面去 你值得吗 当然是不值得 我所以就是在这里 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遗产房上面 究竟有哪五点 我是要避开的 所以在今天呢 我和大家来分享 也同时我在最后面来跟大家讲一下 为什么这段时间 我们的遗产房很多 没有法牌 OK 现在我的针对于整个遗产房上面 有五种房型 或者是房子的条件 我是不碰的 第一个 这个房子在三年之内 有能在里面发生凶杀案 或者是非自然的死亡 那么这里面呢 就是说让我 有一定的隔阂 所以呢 我只要看到这方面的信息 针对于这个房子 不管是它多便宜 我是不要的 因为我是投资 我想晚上睡得着 我不想投资了以后 对我心里有很大的一个隔阂 当然这里面有朋友说 哎呀没关系 这些事件我到时候请一个大师过来帮我隔一隔 画掉那些就行了 哎 我不想走这条路 我想自己安安静静的拍到一个非常好 非常干净 让我自己晚上能够睡得着的房子 对不对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 我刚刚讲到非自然死亡 那么就是有自然死亡 那么这个房子里面 如果说三年之内 有自然死亡的人士 在这个遗产房里面呢 当然如果说年龄比较大 他是自然死亡 没有关系 我还是会进行投资的 但是如果说你是自然死亡 年龄很年轻 那么呢 我就会想 里面是不是你自己的疾病啊 或者是自己所造成的心理的压力啊 或者是很郁闷啊 很多很多方面造成了自己的身体不好 所以我针对这个房子呢 我也是有一定的隔阂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走进去的时候 房子的方位里面 锅碗 瓢盆 客厅 房间 厕所 厨房 后院 车库 所有摆放的物品 我们都能够看到 这个过世的年轻人 在里面所生活的一些影子 我不要 所以我也会放弃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以上 我要放弃的 也就是说 露冲 这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硬伤啊 像一般的平地的露冲 丁之行 这边正对着 就是这个大家都很明白 这个露冲呢 觉得还无所谓 但是你要知道 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新闻上面 对不对 都是晚上或者是一些新的司机 直接冲进了这个房子 这个月冲一次 刚刚好修完 那个月又有一个车子冲进来了 这是非常非常不好的 我也不愿意拿这个遗产房 因为到时候呢 你在卖的时候 也很多的客人呢 就是也是惧怕这种格局 当然了 我们最怕的露冲的房子 也就是山坡 对不对 整个山 斜坡啊 很陡的时候 直接冲你的家 那是最危险最危险的 这种房子 我宁可放弃 不管你再便宜 我也是不敢投资 因为我知道 便宜买来 你也不会卖到一个高价 所以这是第三点 我要避开的遗产房 第四个呢 就是法庭认证了 我还是跟大家一样 我在做遗产房的时候呢 只要他这个房子 没有需要法庭认证 整个的paperwork全部做完了 跟律师都讲好了 到时候结束了以后 交10%的押金 30天 45天 我们就可以安安心心的 close 对不对 那么你如果说 你需要法庭认证 那么这就不知道 是三个月 还是六个月 还是两年 这里面很多的paperwork要重新做 long time to wait 要等很久的时间 或者是我们标到了 在等待的时间里面 哎 法庭里面有可能 哎 还有人要不要来标 那么我们打笔房是50万买的 哎 这个房子不错 别人只高于我5000 或者是1万块钱 别人就拿走了 让我们的押金 一直押在里面 苦苦的等待 然后呢 没有任何的消息 所以在这个法庭认证上面呢 我也是一直同大家分享的 我针对于需要法庭认证的 这个遗产房呢 我是不喜欢去买它的 那么第五点也是很重要一点 就是价钱 如果说这个遗产房很破旧 又需要法庭认证 就或者是不需要法庭认证 你需要装修 但是它的价钱已经是市场价了 你还会要吗 或者是已经逼近市场价 或者是它的价钱矮下来 但是你经过装修已经高过了市场价 那么你看看 你买下来就没有什么投资的含义了 对不对 你的成本已经远远超过了市场价 拿着有什么用 所以这五点的话 我同大家分享一下 我要避开这五种遗产房 那么就是说 我刚刚开始也同大家分享的 为什么现在遗产房那么多 法拍物去哪了 对不对 那么遗产房摆出来以后 第一个在市场上面 第二个或者是有 有这个渠道的人先跟律师已经协商好了 协商好了以后再放到市场上面 第二天他已经进了工程公司 你看到都没有用 那么真真实实我同大家问一下 我也想了解一下 很多有一些渠道的朋友 法拍物去哪了 我上个星期也是同几个朋友吃饭 他们银行的官员 或者是他们财金公司的 他跟我说 现在就是银行里面 确实是有一部分的收债的房子 或者是这两年一直没有付贷款 同时在法院的要求下面 他们还是连50块钱 500块钱 1000块钱都不付的 这些居付呢 已经在做一个法律程序的申请跟审核了 当然这里面大家也是从新闻上面看得出来了 已经有差不多五家小额代言贷款公司 已经开始申请破产 那么这一类的房子要么是被大的银行的贷款公司所收购 或者是他这里面已经有了负债 或者是很多还不了贷款的这些人员 很多导致这个小额贷款公司破产倒闭 所以这些朋友跟我分享说 9月底是一个关卡 为什么 因为我们从1月份到9月底的时候 银行里面这个程序几乎已经快走完了 那么就是第一个美国政府第二个法庭 将会针对于银行 包括这个贷款人这个关系 这个就是说整个的文件的审核呢 到了另一步了 最迟最迟呢 在12月底 那么我所知道的信息呢 应该在12月底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付不起贷款的 贷款人的房子会被银行里面协商中间被他们收回来 那么那个时候呢 就是说对于很多的朋友 不管你是钢区或者是投资 我们会有更多的这个机会来买这部分负债的房子 所以就是说在这个时候 像有时候我去标房子 别人或者其他的投资客 或者是我们的华人的朋友 他在这个机构上面标标标标标标很高 我都不看的 我也不羡慕他们 你标到了 我就是恭喜你 那么我知道的 这套我不标到 我就进下一套 下一套标不到 我知道年底到明年还是有更好的房子会出来 那么呢 我们的出手的机会也就得到了 我就是现在标到了 我的利益没有这么高 我等到明年标到了 我的利益有这么高 所以呢 这是一模一样的 当然了 我们还是要一直留意这个市场 好好的把这个市场摸透 紧跟着银行啊 美联储啊 美国政府啊 整个这一套 旧经济或者是压通膨啊 各种信息的自己要组织起来 大家多看报纸 多看资讯 这样的话 来让自己在合适的机会啊 把就是钱拿出来 炒到自己立一套房 或者是买到自己立一个刚需的房 在这个时候买到一个很好的价钱 让自己啊 在人生中间啊 开启第一扇投资之门 所以今天呢 我同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也知道视频中呢 有很多的朋友 有更好的经验 和不同的建议 或请你呢 在我视频下方的留言区留言 让我跟更多的朋友 从你的留言区 学到更多 投资房地产的知识 跟窍门 同时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频道 请你订阅关注转发我的频道 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在美国买房 卖房安家落叶中 很精细的买房卖房技巧的分享 谢谢你 我们感恩 我感恩 谢谢你